你这善度的乐父 今日我就休了你 不 是我梦吗 为何迟迟不能请来 我叫苏九卿 苏家嫡女 我十五岁的时候 母亲的树妹前来投奔 母亲让她们留在了苏府 可好景不长 母亲病逝了 你母亲去世 苏家需要一位主母 姚千千 既是你母亲妹妹 我想娶她为妻 父亲让我感性苏 我们以后就是亲姐妹了 不久后 父亲生亲 苏府举家近亲 我出嫁了 他是彭府嫡子彭子人 我的如意郎君 九卿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可是 相公 九卿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苏九卿 你进府三年 无儿无女 是想让彭府 断字绝孙不成 我要你何用 母亲 我该怎么办 既然如此 就把婉儿 嫁给彭子人为妾吧 为了姐姐 我自愿 入彭府为妾 就这样 婉儿进了彭府 她与子人狼情惬意 不久便生了孩子 你娘亲在陪你父亲 我带你去玩哦 乖 不好了 夫人要杀小少爷 少爷 你要替我做主啊 我是被诬陷的 你相信我 别再狡辩了 姐姐 我知道我嫌你有了 彭家子嗣你不高兴 可你怎么能对孩子下手 像本书子 自然 你连我是什么样的人 都不清楚 为何偏偏就是不信我 你进府三年 无儿无女 是想让彭府 断字绝孙不成 姐姐 我知道我嫌你有了彭家子嗣 你不高兴 可你怎么能对孩子下手 蓝娘 麻烦你把这封信 交给自然 求他见我一面 夫君 姐姐 婉儿 怎么是你 你想见子然 我身为她的妻子 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我才是子然的妻子 你只是妾室 奶娘把信都给我了 姐姐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自然不会来 奶娘看着我长大 怎么会帮你 有钱能使鬼推磨 实话告诉你吧 是我命中诬陷你的 苏儿 为什么 为什么 同为苏家血脉 凭什么你为敌我为数 我不甘心 同为苏家血脉 姐姐真蠢 我们可不是什么表姐妹 而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 同为苏家血脉 凭什么你为敌我为数 同为苏家血脉 我们可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 你们从一开始 就是结果好的 你母亲去世 你出嫁三年五子 你以为是谁的手柄 苏婉儿 今日我特意来送姐姐一程 姐姐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夫君 奶娘 你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小姐马上就知道了 别 别过来 动手 松开 松开 求你 我真是 姐姐 我最喜欢姐姐了 陪你们还得这样子 若有来世 一定 雪脉写成 若有来世 要你们 雪脉写成 我好像 做了一个梦 梦里 我回到了十五岁那年 一切都没发生 这是苏州老家的桃树 我 我回到过去了 如此的话 母亲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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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死你了 傻孩子 娘一直在呢 夫人 可以启程了 你想带母亲去哪 小姐 夫人是要去妙珍寺 给您祈福呢 妙珍寺 前生 母亲就是在那儿 遇到姚氏 不行 母亲不能去 清儿 姚千千 苏婉儿 这一世 让我来会会你们 夫人 该启程去妙珍寺了 妙珍寺 姚千千 苏婉儿 这一世 让我来会会你们 菩萨 请保佑我这一世 不再冲倒覆辙 保佑母亲 平安息乐 大小姐 庙里的师父 请咱们去用斋饭 好 大小姐 你没事吧 放肆 哪来的乞丐 竟敢冲撞我们家小姐 这位小姐 退不住了 小姐 我拦着他们 怎么是她 小姐 这便是大兴第一神医 孟茴春 连陛下都奉她为上宾呢 她是太医院的人吗 孟茴春身性散漫 女幼四眼 太医院 她可不去 没想到 会在这儿见到孟神医 站住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诶 居然是她 站住 这人 好生俊枪 小丫头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花子 叫花子 对 你看到了 是啊 她在哪 那边 追 此人衣着不凡 看来不是普通人 老先生 我已经帮你把它引开了 谢谢 谢谢小姑娘了 我还可以帮你离开哦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如何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大小姐为何要帮那个叫花子 她是天下第一神医 孟茴春 我必须帮她 多谢大小姐相助 先生 现在该履行诺言了 小姐 请说 请孟先生 收我为徒 叫我医术 你认得我 先生大名鼎鼎 无人不知 行医者 抛头露面的 你一个姑娘家 扯 这 不瞒先生 我学医术只为自保 还 还为了保护身边的人 你倒是实诚 不过 你走吧 我不收徒 先生一日不收我为徒 我一日不会放弃 明日 我还会来的 告辞 嗯 这小姑娘 有点意思 先生一日不收我为徒 我一日不会放弃 明日 我还会来的 告辞 这小姑娘 有点意思 大小姐 老爷 不同意你学医怎么办 我必须学 人活一生 总得为自己做点打算 而且 在妙真寺 居然没遇到姚千千和苏婉儿 说不定 发生了变数 什么 那位小姐 新生名谁 家住何方 冷静 冷静 平生真的不知啊 不急 那丫头故意误导我 她一定知道孟茴川的下落 苏州就这么大 我早晚 找到你 母亲 我回来了 清儿 你来得正好 过来见过你姨母和表妹 我还见过表姐 姚千千 苏婉儿 你们最终还是 来了 表姐 苏婉儿 你终于还是来了 你姨父病故 你姨母和婉儿 便前来投奔我们 姨母和表妹 当真是命苦啊 是啊 你姨母和婉儿 孤身在外也不安全 要不就留在苏府吧 好啊 这样婉儿 又能给九亲做个玩伴 可以啊 只是 姨母和表妹 衣衫精致 可不像是需要救济的人家 这 而且苏州 离外祖家更近 姨母倒是来得 较远的苏家 这是为何啊 赵夫人 是不想让家人担心 哦 李奶娘对姨母的事 倒是很清楚 咱们府上还有一处光源 姨母既然想留 就去那儿吧 哎 清儿 可啊 还不快去 那姐姐 我带婉儿先过去了 九亲 你这是做什么呀 娘 逢人执行不可无 可是 娘 我不会害你 在这个府上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姨母既然想留 就要去荒院好 清儿 为何 娘 这个府上 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姚谦谦母女 已经进府了 我得尽快学会 艺术广山才行 孟神医的弱点 是什么呢 听说 孟神医嗜酒如命 只要有好酒 她什么都能答应 要投其俗号 就要找最好的酒 有了 最红龙 神仙娘 一年一谈 千千难买 那就 偷酒去 少爷 进来了 今晚可要在此 歇下了 快 快进去 这位公子 今天要不要 得为姑娘 文元 是 少将军 咱们来这 最红楼干嘛 最红楼的神仙 酿是不可多得的好酒 有了这酒 不怕梦回穿不来 她怎么也在 看着一本真情 没想到居然是个 爱喝花酒的 不管了 先去找神仙酿了 小姐 快些 不然我们都会被发现的 查到了 最红楼的神仙酿 是不可多得的好酒 有了这酒 不怕梦回穿不来 小姐 快些 不然我们就会被发现的 查到了 嗯 好香啊 不愧是神仙酿 小姐 咱们真的要换吗 换 把神仙酿 换成女儿红 会不会被发现啊 一坛酒而已 都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尝不出来 不必担心 走吧 是 少爷 可需要人陪啊 滚 嗯 是他 那天遇到的那个人 嗯 少将军看见谁了 没什么 大概是我眼花了 林少爷 您的神仙酿来了 这就是一年之产一谈的神仙酿啊 嗯 这酒 不对 这就是一年之产一谈的神仙酿啊 这酒 不对 混账 少将军 这不是神仙酿 是女儿红 怎么会 来人 把最红楼的老板叫来 哎 哎 林少爷 我们哪有胆子拿女儿红来糊弄您呢 怎么回事 奴婢也不知道 奴婢去取神仙酿的时候 没发现有什么异样呀 啊 奴才想起来了 之前有位少爷说要去厨房取水喝 你还敢推些责任 放牛 我知道了 让他们下去吧 哎 少将军 哎呀 多谢少爷大人大量 不跟我们计较 还不快先 多谢公子开恩 少将军为何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最红楼开门做生意 没道理要得罪客人 偷酒的另有其人 少将军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 会是谁了 会是他吗 这不是神仙尿 难道被人偷了 会是他吗 好吃好吃 先生 先生 又见面了 你怎么又来了 老夫说了不收徒 我是来给孟先生送礼的 钱财乃身外之物 什么味道 老先生 这可是苏州有名的神仙酿 小姐好不容易得来的 真的 孟先生 这坛酒只有我的师父能喝 小丫头 你这就为难老夫了 那先生答应 还是不答应呢 我只在苏州待半年 能学到什么程度 看你的造化了 苏氏酒精 今日败于神仪梦回春门下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谢师父受医 我只在苏州半年 能学多少 看你造化 酒精败谢师父 受医职 表姐 婉儿妹妹 表姐今日去哪了 婉儿还想同婉姐玩耍呢 是啊 酒精 婉儿一直念着你 我平日很忙 婉儿妹妹想玩耍 可找补充嬷嬷陪着 婉儿有事 先走了 你看她的态度 娘 她不会知道什么了吧 不可能 莫皇 咱们已经进了苏府 有的是法子收拾她 小姐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不会 她们二人心怀鬼胎 必须小心提防 小姐 夜生了 还要看书吗 嗯 时间有限 我得好好钻研 至少要保住娘的命 小姐 夜生了 还要看书吗 嗯 时间有限 我得好好钻研 至少 要保住娘的命 少将军 查到了 那人是中士大夫 苏洪远之女 苏九卿 苏家 苏九卿 冯良 给苏洪远送铁 就说林月刚到苏州 改日登门拜访 秦儿 你爹说明日玄英将军 要来府上 嗯 玄英将军 林月 是啊 你知道他 梦里道主有耳闻 武将世家的小公子 是个心怀大义的人 他怎么会来我家 娘 那位玄英将军 什么来头呀 您这么重视 那可是位大人物 明日 一定要将苏九卿 给比下去 他本就比不上我 小姐 今日府上有贵客 小姐快些起来书写 对了 今日是林月来府上的日子 小姐 快些起来 今日府上有贵客 小姐快些起来书写 对了 今日是林月来府上的日子 少将军 到了 嗯 走吧 玄英将军到 姐姐 嗯 建国姐姐 嗯 姐姐是要去找姨母吗 婉儿陪姐姐同去 婉儿妹妹如此盛装 只是为了和我去见母亲 哈哈 是姐姐之前赠了婉儿一匹布 就 对对对 是吗 可婉儿妹妹头上的诸钗 价值不菲 也非我母亲装下旧物呢 这何人所葬啊 婉儿自知 无法与姐姐相提并论 可姐姐何苦咄咄逼人呢 她又想做什么样 九卿 你这是在做什么 老爷 这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看就是你平日纵容她 让她这般嚣张跋扈 姐姐为何这般为难 婉儿 你平时就是这般教养九卿的 叫她岂如子妹 果不其然 父亲一心护着姚亲亲母女 这玄英将军果然奉神俊了 川可怜 我已经领教过了 爹 我是看婉儿妹妹头上的朱钗 像是宝箱牢的孤品 价值不菲 问问谁出手这么大方而已 呃 是我送的 夫君 你为何 这位灵嫂将军 今日来府上做客 将军 这是小女 这位是内人的妹妹和侄女 小女婉儿 见过小林将军 这位就是苏大人的千金 看起来倒是面手 是她 她就是林玥 这位就是苏大人的千金 看起来倒是面手啊 是她 她就是林玥 莫非林少将军和小女曾经见过 我不曾见过林少将军 是吗 那大概是我认错了 不知道少将军此番来苏州 是为何事啊 来找人 原来如此 需要帮助的地方 少将军尽管开口 不必 我已查到此人行踪 莫非他还在找师父 苏州春景最盛 少将军不如先逛一逛 稍后一同入宴 好啊 那就请苏小姐为我带路吧 其实我也可以的 不能让她找到师父 还是请苏小姐领路吧 没想到中书侍郎的千金也会说谎 林将军的话小女不懂 不懂 可我看苏小姐逛最红楼的样子 倒像是很懂 林将军的话小女不懂 可我看苏小姐逛最红楼的样子 倒像是很懂 你想说什么 我只想知道孟回春在哪 你找他做什么 少将军 令尊的病 徒天之下 可能只有孟回春能医 爹 我一定会找到孟回春 不便告诉你 此人心思深沉 还是少照若微妙 我只找他进城 至于在何处我也不清楚 果真 千真万确 演技满分 苏小姐说谎一直这么认真吗 信不信在将军 那你为何要偷我的神仙酿 那坛神仙酿是我的 口述无凭 一坛酒我不放在眼里 但我不喜欢被人欺骗 少将军有功夫在这里怀疑我 不去找那个人吗 好 吓死我了 居然真不好骗 一坛酒我不放在眼里 但我不喜欢被人欺骗 少将军有功夫在这里怀疑我 不如去找那个药爪之人 少将军呢 他说有药室在身 先离开了 怎么就走了 大概真的是很要紧的事吧 嗯 表姐和林将军很熟吗 不熟 是吗 那她日后还会来府上吗 婉儿妹妹打听这些做什么 莫非 哦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如果没别的事 清儿就先告退了 姐姐 九卿是不是对婉儿有什么误解 啊 此话怎讲 姐姐平时不太愿意理我 嗯 清儿她 母亲 这个府上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啊 九卿可能近些日子太累了 并非有意为之 少将军以为 苏大小姐说的是真的 哦 假的 少将军 您相信那位苏大小姐所说的 啊 不信 小姐 真的要去吗 和师傅的约定 不能不作数 走吧 啊 小姐真执着 师傅 来得很准时嘛 上次给你的三本一书 看完了吗 看完了 黄旗 一系补羊 文表止汗 散水肿 不错 学得倒是快 今日 教你真酒吧 真次 神庭 本神 兴神 开窍 嗯 好 丫头 日后行医 可想好 用何名 嗯 又是母亲 给我去小子泱泱 我行医时 就快苏泱 好 孟茴春的关门弟子 就是苏泱 嗯 又是母亲 给我去小子泱泱 我行医时 就快苏泱 好 孟茴春的关门弟子 就是苏泱 你找那个人做什么 不便告诉你 算了 下次见到师父 再问问吧 嗯 老爷 你答应妾身的事 什么时候能办到 如今正值观平 再等等 妾身愿意等 只是 可怜了晚啊 你放心 晚二十五天 小姐 那不是 姚千千 梅香 把我床下的匣子拿过来 是 给 大小姐 去找个跑腿的 打听一下 姚千千母女的来路 啊 姚千千那个病故的丈夫 故乡的人总不会一无所知 查 是 既然你等不及 就别给我先揪出 你的狐狸尾巴 去找个跑腿的 打听一下 姚千千母女的来路 啊 姚千千那个病故的丈夫 故乡的人总不会一无所知 查 嗯 少将军 皇上催你回京了吗 嗯 明知道你在寻梦神医 他还 罢了 梦回春体了心躲窝 待在这也无用 之前就应该一鼓作气 抓住他的 对了 苏大小姐最近在做什么 他似乎在查姚千千的事 姚千千 苏九卿不做无用之事 你派人暗中助他一把 是 母亲 嗯 哇 好漂亮的花 这是父亲送 别放 怎么了 这可不是花 是我们母女 皇上爬的灵丹妙药 哇 好漂亮的花 哼 这可不是花 是我们母女 皇上爬的灵丹妙药 娘 那盆花是何用处啊 那是我好不容易寻来的梦魂花 姚清荣平日最喜欢苏和香 梦魂花的花粉和苏和香混在一起 是致命的毒药 神不知悔不觉 姚清荣就会失去生机 最后一命无辜 到那时 苏夫人的位置 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夫人 奴婢昨日看见 看见老爷 从赵夫人院子里出来 大概是他 找千千有事吧 不是的夫人 奴婢好几次看见 老爷和赵夫人 举止亲密 难道老爷他 那夫人多虑了 老爷是看在夫人的份上 才对赵夫人多加照顾了些 嗯 说的也是 娘 那盆花是何用处啊 哼 那是梦魂花 和苏和香混在一起 是致命的毒药 姐姐 姨母 姐姐你看 啊 嗯 好香啊 姐姐喜欢便好 妹妹无以为报 只能以这花 你我姐妹何须辞言 放在这里就很好看 哼 姨母 你屋里的苏和香真好闻 嗯 哼 成了 嗯 神庭 本神 百会 小姐 嗯 何事 赵夫人去了夫人的院子 什么 走 回去看看 现在吗 对 不能给姚千千任何可乘之计 小姐 嗯 赵夫人去了夫人的院子 什么 呵呵 是啊是啊 来 喝茶 母亲 嗯 酒精怎么来了 嗯 这盆花是 这是你姨母送我的 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 这味道 原来如此 这花和苏和香混在一起 分明是毒药 九卿也喜欢这花吗 是啊 这么好看的花 你们也舍得送人 嗯 看见好的东西 总想送给姐姐 啊 啊 不是好东西吗 那你躲什么 原来如此 这花和苏和香混在一起 分明是毒药 可恶 可恶 九卿 你干什么 啊 老爷 林少将军 真是放肆 林少将军 让您见笑了 无妨 这花是母亲的一片好心 表姐怎教 嗯 妹妹 你不要紧吧 嗯 五小女 给我跪下 女儿无措 不跪 你不经长辈举止顽劣 还叫无措 是他们不怀好意在先 啊 女儿无措 不跪 你不经长辈举止顽劣 还叫无措 是他们不怀好意在先 啊 九卿 你为何污蔑我们 污蔑 你仔细看看 你明知母亲对花过敏 还送花过来 其境可助 过敏 怎么会 姨母故意送花 难道是想陷害母亲吗 不 我没有 姐姐 我真不知道 你姨母也不知 你母亲对花过敏 看来是场误会啊 爹一来就不用分说指责我 现在又为姨母开脱 可真叫女儿寒心啊 你 老爷 请不要责怪朽卿 哼 罢了 你们自己解决 谢谢 我们就先走了 慢着 把东西带走 妹妹 路上小心啊 姚勤勤 你给我等着 慢着 把东西带走 妹妹 路上小心啊 姚勤勤 你给我等着 母亲可知 那花混着苏和香 是剧毒 怎会 母亲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或许 妹妹她并不知 母亲 您太善良了 林月 少将军 好巧儿 怎么每次都遇见她 不巧儿 是你父亲请我来的 凭什么 凭什么林月对她就 林少将军 你是 啊 她说表妹 不认识 可恶 劝你一句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我不认识她 可恶 劝你一句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我真的不知姐姐 对花粉过敏 数次一来 姐姐定会误会我了 不怪你 啊 我也不知 怎么办老爷 姐姐日后 会不会容不下我 她敢 可九卿对我成见很深 也不知日后 还能不能和老爷厮守 我还不如就此离开 这是苏府 自然我说了算 此次考评了上司 我已经打点了 等结果出来 我们就一起进京 真的 当然 进京之前 我一定给你明正言顺的身份 相信我 我相信老爷 娘 我告诉你 她果真这样说 可不是 她会不会是已经知道了 难怪这贱人处处针对我们 娘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怕 你爹已经答应给我明分 到时候 他还是挺共冲 不怕 你爹已经答应给我明分 到时候 他还是挺共冲 这段时日 你的医术突飞猛进 已经足够和太医院那群人 叫个高低了 徒儿不敢 有什么不敢 我孟茴春的弟子 当御医都绰绰有余 师父 有件事情 我一直很好奇 什么事啊 宁月为何一直抓着师父不放呢 那小子呀 是想抓我回去 给他爹瞧病呢 瞧病 他爹病了 那师父为何不愿去医呢 不是病 是有人想让他病 这水呀 深得很呢 小老儿不敢疼啊 阿阳啊 你也别多问 明哲保身吧 嗯 宁月那边的事 居然让师父这般灰莫如山 不是病 是有人想让他病 这水呀 深得很呢 小老儿不敢疼啊 阿阳啊 你也别多问 明哲保身吧 嗯 宁月那边的事 居然让师父这般灰莫如山 那得是何等的 麻烦 属下输了 少将军 关于姚千千的事 打听到了 说 属下打听到 姚家二小姐 根本没出嫁 十七年前 姚千荣出嫁后半年 她就失踪了 失踪 更有意思的是 半年后 她就搬到了苏州城外的一处庄子 苏洪远隔几天就去看她一次 如此 属下以为 姚千千是苏洪远的外事 还剩下了一个私生女 哼 这么说来 她早知道 苏小姐吗 她是怎么知道的 把消息传过去 让苏九卿也知道一下 迟早让她还我的人情 小姐 突然打听了事 今天有消息了 姚千千果然在编谎话 不过 口说无凭 还得去找几个证人来才行 梅香 你再去取五百养银子 让人去故乡寻几个证人过来 假的也无妨 是 这次 我将让姚千千母女俩 原形毕露 姚千千果然在编谎话 不过 口说无凭 还得去找几个证人来才行 梅香 你再去取五百养银子 让人去故乡寻几个证人过来 假的也无妨 是 这次 我就要让姚千千母女俩 原形毕露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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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事 咱们苏家的大喜事啊 老爷升迁了 果真 文书下来了 身我做中书舍狼 七日后 就启程举京城赴任 这几日 大家都收拾收拾吧 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 我去告诉九卿 啊 小的也告退了 恭喜老爷 恭喜老爷呀 可别叫别人看见了 看见了又如何 就要进京了 老爷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 嗯 呃 我会想办法了 臭男人 就是他耍嘴皮子功夫富勇 看来还得靠我自己才行 什么 七日后进京 是啊 快收拾收拾 别到时候一团乱了才好 怎么办 怎么办才好 进京后 却会被安排嫁给彭子人 啊 九卿 你不高兴吗 啊 怎么会呢 我高兴得很 京城可比苏州繁华多了 我也好久没见到彭夫人了 彭夫人 我可一点都不想见到她 清卿近在眼前 想必姚亲切也会有所动作 这几日你们盯紧姚亲切 别让她出什么幺蛾子 是 娘 父亲怎么还不给你名分 我也不知道 好歹我也是苏家张景小姐 爹就没有想法吗 那个男人只会贪恋权势 靠她 还不如看我自己 少将军 至多三日 我们必须回京了 被撤吧 两日后起程 此次来苏州 至今也没查出孟茴春的下落 罢了 他是有心夺我 难道这次 也不算毫无收获 此次来苏州 至今也没查出孟茴春的下落 罢了 他是有心夺我 难道这次 就这么毫无收获 此番一心 也不算毫无收获 小姐 夫人请小姐书中打扮后 一同去院子里赏局 赏局 怎么之前没听母亲说过 眼皮跳得厉害 莫不是要出什么事 换好衣服 我们快些过去 是 这菊花开得真好 是啊 母亲 我来了 母亲怎么突然想起来赏局了 昨日李奶娘提醒了我 今年菊花开得好 想着要去京城了 临时决定聚一聚 恭喜苏夫人呀 李奶娘 她这是 不对 突然所有母亲赏局 必有蹊跷 母亲 我陪您一道转转 好啊 姐姐 你快来看这朵花 姐姐 我有话对你说 李奶娘想做什么 请走开 母亲 救命 姐姐 你为何害我 姐姐 我有话对你说 李奶娘想做什么 走开 母亲 救命 姐姐 你为何害我 救命 姐姐 原来是想陷害我娘 是什么意思 祖父亲 祖父亲 不是这样的人 祖父亲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提大夫 夫君 闭嘴 爹地好生奇怪 一亩落水 我母亲还没说什么 爹爹子就如此火急火燎 我 自然也是担心 我母亲是被人推入湖里的 求姨父做主 得要惩治那狠心之人 自然是要惩罚的 来人 把李奶娘给我拿下 大小姐 为何 为何 你身为服从 却心怀不轨 谋害主人 就是你把姨母推下去的 哎呀 冤枉了 老奴怎么会呢 是 是 夫人 当时只有你在姨母身后 我又母亲站在一起 你说不是你 众目睽睽 好好的平地 那就是姨母自己跳下去的了 说得有道理啊 注意啊 当时他就站在赵夫人身后 哎 真的不是我 老爷你要相信老奴啊 哎 那为什么刚刚前前喊什么姐姐害我 爹爹你可不要糊涂了 我母亲害姨母 有什么好处 又或者 姨母诬陷我母亲 有什么好处 我也看到是这个老奴推的这位夫人 苏大人 没看清吗 他居然帮我 为什么 明明可以置身室外的 是 是李奶娘把我娘推下去的 我亲眼所见 表小姐 你怎么可以 表姐 还不快让人把这恶仆的嘴堵上 来人啊 把李奶娘绑起来 带到厨房去 老爷 大夫请来了 让大夫到屋里来 苏老爷对赵夫人怎么这么管子 是啊 若不是 你可别胡说 那可是苏小姐的妹妹 你可也太亲密了些啊 母亲 没事 久经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李朝将军 谢谢你 苏小姐好厉害啊 没有她那么一拽 现在被丢进柴房的 可就是她娘了 是啊 颠倒黑白的功夫可真厉害 林少将军 谢谢你 苏小姐好厉害啊 没有她那么一拽 现在被丢进柴房的 可就是她娘了 是啊 颠倒黑白的功夫可真厉害 这位夫人只是受了一些惊吓 并无大碍 老夫开几方药就好了 娘 你感觉怎么样 可还好啊 姐姐 亲自妹妹一死吧 妹妹 你这是在说什么 我掉进水里 感激苏大人出手相助 可终目睽睽之下 青板也算毁了 挂布门前是非度 我不想听那些血言顺语 还不容死了 娘 这么说 旧姨母反倒有错 应该坐视不理才对 九卿 你怎可对你姨母如此刻薄 我无所谓 有了我这种坏了名声的娘 网儿日后该怎么办呢 娘不要丢下网儿 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我让你名声有损 倘若你不嫌弃 我纳你入府会平息 可愿意 平息 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 老爷 这怎么行啊 难道你要让你妹妹自尽不成 你可是她姐姐 不行不行 我怎能嫁给苏大人 你们孤儿寡母 日后有了这个身份 也不会像从前那般艰难 我只问你 愿不愿意 苏大人愿意给我们母女一条生路 我们不敢不知好歹 只是姐姐 会不会不愿意 你不同意吗 夫人 你们孤儿寡母 日后有了这个身份 也不会像从前那般艰难 我只问你 愿不愿意 苏大人愿意给我们母女一条生路 我们不敢不知好歹 只是姐姐 会不会不愿意 你不同意吗 夫人 爷 你这么做 难道不怕别人笑话 我同意 母亲 老爷决定就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过几日我就拿千千回平期 母亲 您为何同意父亲那平期 明明 舅情 我了解你父亲 若是他没有这个心思 也不会提出来 这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都不知道 就像个傻子一样 母亲不要上街 你还有我 舅情 我累了 想回房歇一会儿 你先回去吧 我 日后 日后应当不会再见了 林少将军是特别与我来告别的 走之前想 你你我的交情 或许应该来道个别 拿住林少将军 一路顺风 也祝苏小姐 得偿所愿 一定会的 其实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诶 好像还没结束哦 还要彩蛋呢 啊 这也太短了吧 我还有好多事没干呢 放心 第二季本将军亲自吩咐家常 连羹 十二月十九日 第二季 我们不见不散 林少将军是特别与我来告别的 走之前想 你你我的交情 或许应该来道个别 拿住林少将军一路身风 也祝苏小姐 得偿所愿 一定会的 其实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出事了小姐 出事了 何事如此慌张 李奶娘 她 她死了 什么 小姐让我带人去审她 我刚进门就发现 李奶娘引毒自禁了 哼 姚千千好快的动作 刚刚当上余娘 就过河拆桥 看了李奶娘 她们 她们竟敢杀人 她们有什么不敢 她们为了全事 甚至害死了我 甚至害死了我和我母亲 我们去告诉老爷吧 没用的 她不会相信的 什么血脉相连 什么骨肉亲戚 都是胡说八道 我苏九卿 要亲手斩断这一切 爹把我们叫来 是做什么 哼 自然是商量 怎么风风光光 娶我进门的事 我成了平亲 苏九卿就得跪下 光光静静叫我一声娘了 娘 咱们杀了李奶娘 不会被人发现吧 不会的 留着那个老妇 反而是个把柄 说此一来 天衣无缝 老爷 夫人 老爷 夫人 今日找你们 说的是千香和婉儿 请苏家的事 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人通知我呢 父亲 母亲 我来晚了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们长辈的事 你不用商量 我是苏家低章女 家装天人 也该让我知道呀 爹 难道我不是您的女儿吗 你当然是我的女儿 日后 千千就是你的母亲 婉儿 就是你的妹妹了 诶 好像还没结束哦 还要彩蛋呢 本将军亲自吩咐的家常连羹 可还满意 想看本小姐逆袭升级 抱住渣男 还不快点赞 一起来追 飞为九轻 神医小娇杯 第二季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们长辈的事 你不用商量 我是苏家低章女 家装天人 也该让我知道呀 爹 难道我不是您的女儿吗 你当然是我的女儿 日后 千千就是你的母亲 婉儿 就是你的妹妹了 我不同意 你说什么 千能可以 赵夫人只能为妾室 婉儿只能为庶女 想以平妻名义入府 我说 我不同意 苏九轻 我看你是疯了 敢这么说话 我这可是为了爹着想 九轻 你的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 你爹爹的主意 你也敢搏 闭嘴 我们苏家的事 还乱不到你这个 没进门的说话 父亲刚升迁近亲 这个节骨眼上 要人知道取平妻 似乎不妥吧 呃 这 我朝向来奉行进发妻 浴室 要是谈和父亲后宅不宁 只怕得不偿失哦 我全是为了父亲着想 不过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姨母去死 所以 父亲 就拿姨母为妾吧 这怎么可以 那我岂不去成了庶女 反正姨母以前在家的时候 也是庶女啊 难道表妹是瞧不起你母亲的身份吗 我 我没有 父亲你看 姨母和表妹都没有意见呢 想必她们也是为了父亲的仕途着想 这 我同意 就照九卿说的办吧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芊芊 虽然你是我的妹妹 但我更在意老爷的仕途 辛苦多年 不能就此毁于一旦 芊芊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为妾 二是 你若执意寻死 我也没有办法 哦 哦 爷 哦 哦 爷 母亲 干得漂亮 可恶 这贱人怎么突然强硬起来了 我娘才不当妾 既然姐姐给了我一条生路 我若是寻死 就是不知好歹了 那就 先暂且为妾吧 暂且 看来还是贼心不死啊 那么恭喜了 姚姨娘 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那么姚姨娘 记得从今日起 要给我和我娘 归下请安哦 是 是 贱人 贱人 气死我了 母亲 都怪那个苏九卿 从中做梗 害得我们这么惨 不能就这么算了 等我们进了金 你给我好好表现 把那个小贱人给我比下去 只要你嫁得比他好 我就还有胜算 娘 放心吧 论容貌 论残血 苏九卿半点不及我 怎么和我比 苏九卿那个未婚夫 彭家的少爷 你要努力把他抢过来 这是为何 从今往后 苏九卿的东西你都要抢 那些本来就该属于你的 我知道了 母亲教会的事 小姐 奴婢刚刚看夫人 很是失落的样子 父亲如此无奇 她当然伤心 母亲可是在为父亲伤神 我只是难过 为什么偏偏是浅浅 我的妹妹 母亲 别为不知道的人伤心 我们九卿都是个大姑娘了 等到了京城 该去见见子人了 彭子人 是啊 上次见她的时候 她还是个娃娃 已晃十多年了 母亲 我不想嫁给她 啊 胡闹 你们已经定过亲了 可定亲的时候 并没有询问我的意见 啊 可 舅亲 自然是个好孩子 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不想嫁她 总得有个理由吧 不 她不会好好对我的 娘 这件事我现在不想谈 以后再说吧 唉 唉 这孩子 以前不是很喜欢自然吗 小姐 到了 嗯 马上要去京城了 也得和师父告个别才行 别走开哦 还有精彩彩蛋 嘿嘿 京城复门即将开启 点击追据 和九卿一起 打怪升级 这个人脑子指定有点问题 小姐 到了 嗯 马上要去京城了 也得和师父告个别才行 嗯 师父 您这是做什么 嘿嘿嘿 阿杨啊 你师父 我要走了 走 师父要去哪 哈哈哈哈 谁知道呢 天大地大 老夫要去看看 那真是巧了 我今日也是来和师父告别的 我爹升官了 过几日就进京去了 京城可是个好地方 不过也危险 你要注意阿杨 京城 有什么危险 老虎狮子吗 哈哈哈哈 老虎狮子算什么 人心才最可怕 哦 对了 对了 这个给你 这是 这是我的信物 你在京城 若是遇到麻烦 就说你是我的弟子 以此为证 没人敢为难你 是 阿杨啊 我这辈子 就收了你这一个徒弟 到了京城 可别丢我的脸哦 多谢师父 阿杨谨遵师父教诲 绝对不会给师父丢脸 哈哈哈哈 师父 会不会有期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能与师父接约 这次去京城 我绝对不能嫁给彭子人 我会遇到更好的人吗 两斤上房 饭菜送到屋里 哎 得嘞 客官里边请啊 少将军 过两日便到京城了 要不要提前告诉将军 不必了 我自己回去就是 少将军 苏州城外有人来信 找到孟茴春了 但被他跑了 孟茴春不是等监之辈 情有可原 但是孟茴春 透露出一个消息 他收了一名弟子 已经在去京城的路上了 据说传承其医博 医术超群 弟子 是什么人 是一个叫苏央的少年 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少将军 找不到孟茴春 找到他的弟子 也许也能医好将军的病 传令下去 在京城全力搜索苏央的下落 悬赏黄金万两 少将军 找不到孟茴春 找到他的弟子 也许也能医好将军的病 传令下去 在京城全力搜索苏央的下落 悬赏黄金万两 大小姐 京城好热闹啊 嗯 老爷 这可真热闹啊 是啊 是啊 真是好久没有来京城了 老爷 我要靠近西侧的那间院子 母亲住正院 姚姨娘和婉儿妹妹 又住东院吧 东院离正院最远 岂不是不能实时见他老爷 姐姐 东侧的院子实在太冷了 可现在一时也分不出多余的院子 总不能让妾住正院吧 呃 东院确实有些破旧 京城不比老家 要是御史餐父亲一本宠妻灭妻 耽误了父亲的仕途 该怎么办呢 啊 这 就按九卿说的做吧 回头再修缮就是了 老爷 人家好委屈啊 当年老爷来姚家一眼就看上我了 但母亲非把姐姐嫁给老爷 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母亲还想将我嫁给落魄叔叔 还好老爷救了我 你既倾慕于我 我怎舍得让你受委屈 老爷 姚姨娘 夫人突然觉得不舒服 身子不舒服找大夫 找我做什么 夫人不是找老爷 是找姚姨娘去市集 为什么要我去服侍 她是夫人 你若不去市集 便是不敬 老爷 姚姨娘尊重母亲 深夜市集 九卿真是感动 既然是我服侍 为何愿我跪在外头 母亲有事自然会叫姨娘的 姨娘便在这儿乖乖等着吧 没有让姨娘起来 姨娘可不要身作主张啊 是 是 姚姨娘尊重母亲 深夜市集 九卿真是感动 既然是我服侍 为何愿我跪在外头 母亲有事自然会叫姨娘的 姨娘便在这儿乖乖等着吧 没有让姨娘起来 姨娘可不要身作主张啊 是 跪了一整晚 累死我了 那苏九卿分明是折磨你啊 我要去告诉爹爹 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呢 这些都是一时的 姚青荣得意不了多久 她一个生不出儿子的正方 还不如一个得宠的妾室 哼 娘 你可真聪明 再让他们得意几天便是 到时候 我就让老爷指他无子之罪 向他修了 苏九卿越是折磨我 老爷就会越心疼我 只是这个院子偏远 那苏九卿分明针对我们 只要老爷愿意来 远一点又如何 姚姨娘 这是夫人赏下来的首饰 请您佩戴 去前厅敬茶 怎么夫人给我娘送首饰 是你送过来的 夫人身子不好 我家小姐代为操持 怎么都是梦之轻食 如此粗之滥造 这会是写尖赏的 姚姨娘 这里可是京城 姨娘打扮可要谨守本分 姚姨娘不喜欢待也无妨 我便回复夫人 姨娘为你主母 等一下 我带就是了 咱们这院子真好 正对着就能闻到桂花香呢 小姐 我真是不明白 您怎么就统一让姚姨娘进门了呢 也不劝劝夫人 她是母亲的树妹 姚家也是大伙人家 这是住在我家出了什么差错 外人还以为我母亲以敌妻术 名声难免受损 但她做了妾 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是正房夫人 想拿捏一个妾时 便是规矩 鲁婢说句心狠的 那东院的不是什么好人 夫人小姐 就不该心软留着她呢 我心软 我只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罢了 前世他们怎么折磨我的 我便要一样样还回去 他们要是就这么死了 旁人还觉得他们可怜 岂不是太便宜 九卿 我们一到京城 彭家就递来了帖子 想来试气话你的 彭家请我们做什么 九卿 我知你不安 可自然是个好孩子 从前你总跟在他身后 叫他紫然哥哥 不记得了 母亲并不只有心中执念 看来要想解除这门迁事 只能靠自己 母亲不能混你一辈子 如今你父亲有 你总是要嫁人的 天下男子皆是一个样 母亲 见过父亲如此 你还能相信世界上 这有一心一意之人吗 你 如果找不到那一心一意之人 我宁可终身不嫁 天下男子皆是一个样 母亲 见过父亲如此 你还能相信世界上 这有一心一意之人吗 你 如果找不到那一心一意之人 我宁可终身不嫁 母亲 你过得好吗 你真的舍得我也嫁给这样的人吗 自然是不舍得的 母亲 若那彭子人是好的 我自然愿意 若他不好 母亲也不要逼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九卿 配得上天底下最好的男子 昨夜真是委屈你了 妾身既然跟了老爷 便不怕吃苦 姐姐病了 我理应去市集 只是妾身 有医师相求 何事 过几日捧嫁夫人生辰 姐姐带大小姐赴宴 可否带着婉儿童去 这 婉儿刚来到京城 人生一不熟 只求多结识一些朋友 老爷 她 也是您的女儿啊 回去你了 我知道 我会告诉夫人 让她 带着婉儿一到 老爷可怜我们母女 切身感激不尽 小姐今日 也打扮得太肃静了些 是啊 今日 不是要见彭公子吗 今日彭府往来夫人众多 比我身份尊贵者 数不胜数 何必招摇 不妨小心行事 姐姐 我第一次去彭家 好害怕呢 婉儿妹妹好颜色 这谁都不能比 有什么好怕的 姐姐 我把婉儿交给你了 她沉奔害羞 还望姐姐多提点 婉儿这般机敏 想必不用我操心 咱们小姐 容色无伤 苏九卿 哪里比得上 哼 自然 男子皆是追逐 红颜美貌 认苏九卿 是苏家敌女 也注定比不上 婉儿 你今天看着太倾诉了 你瞧婉儿打扮的 我是做客去的 又不是孔缺去比美的 嗯 哎呀 人家天生励志 男子气嘛 随随便面都好看 不知秀 苏家人就快到了 唯母 只希望你早日成家立业 咱们彭家子嗣绵长 知道吗 儿子知道了 我一定会听母亲的话 去思小姐的 嗯 今日不是新来见的苏家 也要敷衍吗 怎么还不曾见人 从苏州来的香巴了 有什么可看的 可不是说 苏家敌女和彭家大公子 早有婚约吗 彭家大公子才高八头 若真是粗鄙不堪 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吧 走 嗯 苏家夫人 小姐到 啊 不是说 苏家敌女只有一位吗 怎么有两个 那谁 才是真正的苏家小姐啊 我看 像是左边那个 哎 你看 她戴着朱钗 身上衣裳 又是出自云烟阁的刺绣 光彩照燃 我看是穿绿衣服那个 嗯 为何 粉衣服那个虽滑服朱钗 眼神却左顾右盼 太小家子气 绿衣服那个虽穿得轻素 血神经自若目光淡薄 这才是敌女风患 啊 彭夫人安好 许久未见了 可算把你们判来了 这两位是 这是府上敌出的大小姐 九卿 这是姨娘所出的二小姐 管儿 你什么时候有了庶女 哼 这个蠢夫 怎么可以在这里 当着这么多夫人的面 点出我的身份 别站着了 快进来吧 舅亲 我虽按照你的话说了 婉儿是庶女 但 有些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母亲给她们生物 她们未必会给我活路 嗯 听你的 既然待她赴宴 她便代表着苏家的颜面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岂不是连累我们 倒不如一开始点醒她的身份 让她安分些 想利用生辰宴去结交贵女 我偏不如你愿 孩子们 我与你们母亲说说话 你们先去和孩子们一起坐着认识吧 是 啊 是 啊 让苏家丁也看得清楚 可气质真是不凡 可能我从那儿 在你和什么家都长 养人狼才 你倒是分配 姐姐 你 没有发现 大家都在看我们吗 她们不认识我们 看也是正常的 彭夫人 银银祝您 遥寇方辰 生辰快乐 银银聪颖 这画也画得好 有心了 是啊 这画画得可真好看 柳银可是出了名的才艺呢 银姐姐真是无人能及 哎 也不知道新来的苏家小姐 可有什么绝技啊 领我等关针 啊 你须得在生辰宴上扬名 让京城都晓得你的存在 将苏九卿比下去 哼 母亲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定将那苏九卿比下去 你须得在生辰宴上扬名 让京城都晓得你的存在 将苏九卿比下去 哼 母亲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定将那苏九卿比下去 小女子不才 愿为诸位 谈上一曲尽兴 祝愿彭夫人平安康健 万事顺意 她可真会表现自己 果然 彭子然你好样的 我前世怎么就没发现 你早早的就看成了苏婉儿 苏婉儿小姐不错啊 好厉害啊 真是好奇艺 这苏家树女 真不简单 情义在京城里 也算数一数二的 又不是青楼卖唱的 弹出来给谁听 其实姐姐的情义 比我高超多了 诸位是没有听过 我姐姐弹琴 那才是要量三日不绝呢 果真 苏大小姐不妨让我们开开眼 实在是好奇之志 妹妹说笑了 我整日在府中学习管家看账策 哪里有时间弹琴歌唱 实在是一窍不通 姐姐可是在寻借口 今日彭夫人精尘 姐姐也不给彭夫人这个面子吗 母亲 母亲你怎么了 快 拿我的铁子 赶紧去请大夫 是 快醒醒 母亲 母亲 你怎么了 母亲不要吓女儿啊 快醒醒 让开 母亲 母亲 我会治病 别慌 让我来 我娘到底怎么样 看唐夫人的模样 似乎是误舌了某种食物 导致的过敏之症 唐夫人平日在家中饮食 可有什么禁忌 是桂花 我娘对桂花过敏 今日寿宴 有一道点心里有桂花 我娘她定是犯了过敏之症 你 你会医术 我娘该怎么办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些药丸 平日里可解一些 民政可及 唐小姐若信我 就让唐夫人扶下吧 姐姐从未洗过医术 方才侥幸遇上 这可是攸关人命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我们苏家如何担待得起 人命关天 我自然不敢大意 唐小姐若是不信 此刻却请大夫也无事 等等 我谢你 人命关天 我自然不敢大意 唐小姐若是不信 此刻却请大夫也无事 等等 我谢你 娘 你怎么样 娘 你醒醒 雨晴 娘 娘 娘没事 都怪我们疏忽 招待不周 婧儿夫人没事 否则 我们真是难辞此起见 我扶你 无事 原本我也该更小心些 这次 多亏了苏家大小姐 看出了母亲的过敏之症 又对症下药 母亲才能这么快醒来 果真 真是读谢苏家大小姐 年纪轻轻 便身负奇皇之术 是啊 苏大小姐 慧智兰心 没想到 尽惠医术 只因我母亲身子不好 到了春日 便会犯科疾 为人子女都研究些 就变成衣罢了 苏大小姐 真是孝顺赤诚 夫人养得好女儿啊 九卿一向是最孝顺的 好厉害呀 果然是大家闺秀 好好的秦义 如今全被苏九卿 抢了风头 植物 彭公子 今日招待补周 叫夫人看了笑话 改日再请夫人一叙 哪里的话 多谢夫人款待 娘 苏家人走了吗 刚走呢 自然 今日你看苏家小姐如何 苏九卿 很特别 看着还好 可避免太大胆了些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行医 再看看吧 娘 我觉得苏二小姐不错呢 一个竖女 怎么上得了台面 你若喜欢 抬后来做妾倒是可以 九卿 你何时会医术的 我也并没有什么可及啊 娘 那是我在医书上看到的 今日全当是室手 胡闹 这种事也是可以室的 若是有个好歹 可最后还不是成功了吗 娘 这只能说明我是个天才 你这孩子 我看你是不知天高地厚 苏九卿 你可知错 身为苏家小姐 却到处抛头露面给人治病 损我苏家延免 九卿奴顿 不知自己合错之友 医者人心 见此不救之人 与秦寿无疑 你还敢狡辩 今日你带你妹妹前去赴宴 却将她冷落一旁 是何居心 原来是为她出头来了 老爷此话不对 九卿也是初来京城 人生地不熟 何来冷落一说啊 你们母女二人 交纵拔护 不知悔改 苏九卿 从今日起 你就给我禁足 不许踏出苏府半步 老爷此话不对 九卿也是初来京城 人生地不熟 何来冷落一说啊 你们母女二人 交纵拔护 不知悔改 苏九卿 从今日起 你就给我禁足 不许踏出苏府半步 老爷 这 父亲的吩咐 九卿不敢不从 不出门就不出门 正好将师父留下的医术 再钻研钻研 老爷 何时惊慌 中午将军府 给咱们府上大小姐下帖子了 要大小姐去府上一去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啊 不巧 我刚被父亲禁足 你去回了将军府 说我来不了 等等 将军府的帖子你也敢去 好大的胆子 父亲一会将我建筑 一会又让我出门 到底要我怎样 嗯 先去将军府 妹妹看清楚了 自己凭本事争取来的荣耀 谁也都不责 包括咱们伟大的父亲 死丫头 又让你逃过一几 最近还是没有苏秧的下落 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少将军 这会不会是孟茴春的烟雾弹啊 嗯 可是普天之下能救父亲的 只有孟茴春了 嗯 嗯 说起来 苏小姐前几日在彭家大放异彩呢 用医术救了中午将军夫人呢 她会医术 具体属下就不清楚了 只知道现在苏小姐是将军府的座上宾了 她那么聪明 想在京城立足步来 说起来 中午将军府唐小姐和柳小姐还宴请了苏小姐 那个柳小姐对将军你 不会说话就闭嘴 嘿嘿嘿嘿 玉娇 这么多年了 除了我 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要别人来府上呢 我只是觉得他人还不错 救了我娘 啊 她来了 桃小姐 柳小姐 我们最不耐烦听姑娘小姐的 你就叫我玉娇吧 这是盈盈 嘿嘿 好 你们可以教我九卿 啊 这是皇后娘娘玉色的点心 快尝尝 嗯 很好吃 昨日之事多谢你了 以后你在京城遇到麻烦了 竟可以来找我 多谢 这唐玉娇 倒是个心知苦快的人 哎 九卿 我有件事情很好奇 你是怎么会医书的呢 是从何人 我没有师父 只是看了几本医书 昨日也是巧合碰上了 嗯 说起来 玄英将军 竟来也在四处寻找神医呢 可是林玥 林绍将军 他学神医做什么 啊 你也知道林绍将军 也是 他长得那般好看 又纹武双全 天下间 谁人不知道他呢 这 说的是林玥吗 我也不知道他要去神医做什么 不过 我要是知道神医的下落 肯定会告诉他的 要是能帮上林绍将军的忙 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呀 嗯 没想到林玥居然这么受欢迎 要不要见一见他 学生能帮上什么忙 那 哎 少爷可是受了风寒 我又不知道他要去神医做什么 不过 我要是知道神医的下落 肯定会告诉他的 要是能帮上林绍将军的忙 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呀 没想到林玥居然这么受欢迎 要不要见一见他 学生能帮上什么忙呢 那 哎 少爷可是受了风寒 娘 苏九卿今日就去将军府了 他倒是出了风头 绝食了贵人 我怎么办 可恶 多怪那个贱人 当日当着冰客的面条 没你恕女的身份 否则何至于此啊 娘 你快想个办法呀 不能让他们娘俩 再得阴望行 只能用那个法子了 王奶娘 这 这 是 奴婢知道了 幸福 我 你们的好日子 就快到头了 小姐一直过来的草药都长得很好呢 不愧是神医的徒弟 神医 哈哈哈哈 我离师父还差得远呢 说起来 明月一直在打听师父的下落 那小子呀 是想抓我回去 给他爹瞧病呢 这水呀 深得很呢 小老儿不敢疼啊 为何 不能给他爹瞧病呢 小姐 姚姨娘出事了 什么 大夫 我这妾室 竟来身子不大舒服 且瞧瞧是何原因 这几日不知怎的 总觉得胸口发闷 犯恶心的慌 莫不是用了饭后不刻画 回禀大人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啊 这位娘子有了身孕 恭喜福上将有天定之喜啊 大夫 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呀 倩倩 可有什么想吃的 如今 你为我苏家开枝散烟 就是苏家的功臣 能为老爷 带下子孙 就是妾身的福气 爹爹 如今我娘有了身孕 这屋子失气太重 可否换个住处 理应如此 你身子雷弱 且怀有身孕 不如 就和夫人 换个屋子住吧 是 等一下 这么大的喜事 父亲怎能让姨娘 换到娘住过的旧屋子 如此敷衍姚姨娘呢 苏九卿 我不想为难老爷 妾身不换了 九卿定是不喜欢 我住到夫人的屋子里呢 九卿 我知你与姚姨娘 有些不和 但如今 她既有了身孕 你便要尊重些 父亲错怪我了 换了母亲的屋子 那也是旧屋 不如姚姨娘先搬出去 将姚姨娘的屋子 修缮一番 自然姚姨娘住进来才好 九卿的主意好啊 等修缮完 你正好回来生孩子 岂不是双喜临门 搬出去 那老爷和夫人呢 姚姨娘这话问得有趣 既是修缮 总要有人主事 那自然是我母亲做主的 老爷 妾身肚里不知男女 妾身实在不敢让老爷夫人 如此大费周章 那等孩子出生 再做修缮也不迟 姚谦谦推三 祖私不肯离开苏府 这其中 必有阴谋 老爷 妾身肚里不知男女 妾身实在不敢让老爷夫人 如此大费周章 那等孩子出生 再做修缮也不迟 姚谦谦推三 祖私不肯离开苏府 这其中必有阴谋 姚姨娘要吃小厨房炖的冰糖燕窝 都仔细着 别出什么差错 看他嘚瑟的 发布的全天下都晓得太有韵了 这就叫小人得志 小姐 奴婢打听过了 那一日给姚姨娘把卖的大夫 前几日已经回老家 离开京城了 果然有蹊跷 怀着孩子 大夫却跑了 姚谦谦这孩子 定是留不久的 也不知道是冲着我来的 还是冲着我娘来的 自从得知娘怀了身子 父亲隔三差五地往屋里送东西 苏姐没有儿子 说这胎是个儿子 我的地位也就稳了 可惜 听说大小姐会医术 若是为您把卖 知道您不是真的怀了身子怎么办 还会什么医术 不过是读了几本医书 装模作样罢了 放心 她没这个机会 啊 近来已经入秋 许花开得正好 不如怂恿老爷 请朝他好友来俯上云去 宴会 那我岂不是又能结识一些贵女了 是了 沈多好热闹 宴请老爷的同僚和家眷 是的 夫人 老爷已经吩咐下来 说请夫人多费心 务必周全 这个节骨眼上 姚姨娘不好好养胎 偏所勇着父亲办什么宴会 恐怕是鸿门宴啊娘 苏府现在都是千千做主 便是鸿门宴 我也只能去父了 娘别怕 我们俩一起去 便是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了 嗯 这花倒是最不像这样的样子 看得真好 这景色真美 是 胭脂点血 真好看 这还有御灵馆呢 不错嘛 你家这花宴办得有声有色的 倒是丰富 只是母亲操持的好而已 啊 怎么没见到 你家那位花枝招展的树妹 姚姨娘有了身孕 我儿妹妹在陪着休息 哎 倒是个有手段的 居然有孕了 你得将你那个树妹看紧些 免得热后自己吃亏 莹莹一眼就瞧出苏婉儿的不对 我前世就像猪妖蒙了心的信任她 真是蠢呗 问姐姐 各位夫人啊 你不好好休息 怎么出来了 屋子里闷得慌 我听见外面热闹 就出来看看 是陪一下 他们来了 是冲着母亲来的 姐姐 你这是怪物我们擅自来了吗 倩倩 你这是什么意思 婉儿也是苏家的女儿呀 姐姐 你实在太过厚自薄比了 母亲 为什么没喊我们参加宴会 是不是因为姨娘怀孕了 所以母亲讨厌我们了 姐姐 姐姐 我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救你了 你 你们在胡说什么 母亲不愿意留下我的弟弟 我就和弟弟一起去死 母亲 母亲 母亲他们想陷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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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休息啊 好痛 我痛孩子 怎么会这么痛 难道 他 来人呢 叫大夫呀 大小姐把姚姨娘给推倒了 果然是鸿门眼 这对母女如今又顾忌重施 老实告诉你 是我命人诬陷你害贤儿的 苏大人 姚姨娘的性命无忧 只是孩子 在下也无能为力了 我的孩子 爹 姐姐这一次太过分了 弟弟她 她可是一条人命啊 那个妖女 这一次我非让她知道厉害不可 娘 不用演了 爹爹走了 演什么 我真的消产了 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原本安排李大夫算计好假孕假流产 没想到却真的怀上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属不是你拉着我 我怎么会消产 我说生个儿子 还有那进夫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娘你真的怀孕了 你没说好是假怀孕的 我算计来算计去 竟真扼杀了自己的亲骨肉 我的孩子 娘 我要伤心 都是苏九亲害的您 还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前世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姚千千怀孕了 那时母亲还以为是姚氏与旁人所剩 还傻傻地护着自己的妹妹 现在姚氏拿着假云做文章 想动摇母亲的地位 千算万算 姚千千没算到自己真的怀孕了 自作孽不可活 让我进去 你们不能把九亲关起来 夫人 老爷吩咐不许任何人进去看大小姐 您也一样 王奶娘 你 怎么 夫人还想违抗我的命令 老爷 绝对不是九亲 是姚姨娘自己摔倒的 荒谬 难道是谦谦自己把孩子摔没了吗 业女 可有反悔之意 父亲 如今你在气头上 我怎么解释你都不会信 我只想问周末睽睽之下 我害姚姨娘有何好处 残害数姊妹 损害名声 不由不傻 父亲觉得呢 事到如今 你还如此狡辩 小小年纪就如此歹毒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爹 不如就请姚姨娘与我对质 当时婉儿也是在旁的 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伤害 他们母女的机会吗 老爷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种蛇蝎心肠的女子 我素贾容不下她 明日起 就将她送往丁折的庄子上 修身养性吧 这种蛇蝎心肠的女子 我素贾容不下她 明日起 就将她送往丁折的庄子上 修身养性吧 不 老爷 您不能 老爷 娘 别担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爹怎能如此 你可是他的亲女儿啊 如今你可算看清楚 那母女的真面目了 母亲 我不在的日子 你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 可 我担心的是你啊 没事的 娘 你就当我去庄子上晚几日 等别气消了 就将我接回去 嗯 大小姐 该走了 小青 小姐这是何必呢 明知道那姚姨娘 诡计多端 你还与她争 我故意的 白莫大于心死 刀子不搁在我身上 我娘永远印不下心来 我被赶去庄子上 娘就更能看清楚 姚姦姦的狠毒了 没想到老爷 竟然这么偏心 也不听大小姐解释 他没了儿子 自然伤心 总要找人担责 我这个女儿 也有什么关系 对爹爹来说 我总归是要嫁人的 嫁得差了 便不给好脸色 嫁得好些 便给点颜色 那小姐就嫁给皇上 王爷 或者大将军也行 老爷就会对小姐好了 陶宇 你真会做梦 那样的高门显贵 怎么会去苏家 这种低门小裤的姑娘 大夫 你说什么 姨娘之前不知为何 吃了些有兔的药 和这几日的补药相冲 恐怕三年五载内 是怀不上孩子了 三年五载之后 我都多大了 如何在那生育 还好小姐机智 小姐说的是 我走之前 在药店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知道我送给 姚千千的这份大礼 她可满意 我得尽快回来 母亲一个人留在苏府 我不放心 夫人 只能好好调理 听天由命了 万一休养的好 还是有可能 娘 你不要着急 我们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说不定是他瞎说的 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老爷知道 还有多久才能到客栈 再走一盏茶的功夫 越过这个山头 就能去村子前的客栈歇脚了 小姐 再等一会儿就到了 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些不安 怎么会 站住 苏家大小姐 叫什么 尸声点 马车里就是苏家大小姐 杀了她 是姚千千 小姐 他们的目标是你 你快逃 你快逃 少将军 前面似乎有人 好像有女子喊救命 真的 这么多年 总算轮动 我英雄就美了 我拿跑 站住 是他 我拿跑 站住 是他 林少将军 林公子 我的别女还在危险之中 求你救救他们 自身都难保了 还管别人 你们去前面看看 是 哪里来的小子 多管闲事 好 那如果我偏要管她的闲事 那你就给她陪葬吧 不要杀我 我也这是拿钱办事 你这丫头年纪不大 仇家倒不少 小姐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多亏两位是位小哥 叫我们救了出来 两位大侠 姚妹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怎么想 我可以留你命 甚至给你钱 但你要回去跟买我命的人说 我生死未补 这俩母女 要对我赶尽杀绝 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 少将军 能不能帮我派人盯着她 好 救了你 你还得寸进尺 我凭什么要帮你 我无助姑女 柔弱可欺 林少将军 如此小忙都不肯帮忙 无助姑女 柔弱可欺 若非是我 换作旁人可就信了 那林少将军 帮还是不帮呢 帮你可以 但苏小姐要拿什么来换呢 那林少将军 帮还是不帮呢 帮你可以 但苏小姐要拿什么来换呢 几位可是要住店 两届上房 小姐 我们逃出来没带多少银子 要省着点 不用银子 这次我请苏大小姐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少将军 酒精 你的刺绣还得多练 嗯 母亲 快走 啊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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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梦 哦 梅干菜表 大猪蹄子 哎 前世姚千千和苏婉儿的手段 也不过如此 哼 杨清柔 凭你是敌你又如何 还不是斗不够我吗 哼 苏九卿 你的身份 丈夫 一切一切都归我了 只不过我和母亲纯伴 不愿相信 这情会害我们罢了 苏小姐好兴致 午夜出门醒过 多谢 少将军 彼此彼此 我习惯每日只睡两个时辰 苏小姐陪我走走吧 啊 你在看什么 啊 我 看月亮呢 这人长得也太好看了 看画里人似的 苏小姐可知 今日追杀你的人是谁 是我姨母干的 现在应该叫姚姨娘了 她基于我母亲的夫人之位 与我父亲诛她案件 如今想纠战雀朝 便杀人灭口 哦 那苏小姐不回京对质吗 我被父亲赶到了庄子里 原本是急着回去看我母亲的 如今却不着急了 这话从何说起 我姨娘想扶正 我被土匪害死了 她随意找个借口赶走我母亲 便自然能称心如意了 可我今日遇到少将军 命不该绝 如今苏家女儿生子顾名 我父亲赶在这个时候 落人口舌 休气发漆 扶正小妾吗 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 我这条命就是少将军的了 少将军若是想要 随时来取 倒也不是很稀罕 谁在那里 是我 少将军 您还没睡啊 嗯 不要打扰我 是是是 这里不比苏家后院 苏小姐还是早点回去吧 嗯 那林少将军 帮还是不帮呢 帮你可以 苏小姐要拿什么来换呢 我可以找到 帮林将军治病的人 少将军觉得 这个将换怎么样 我这条命就是少将军的了 少将军若是想要 随时来取 随时来取 好大的口气 就是仗着我舍不得吧 可有消息 没有 生死不明 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些不安 夫人放心 荒郊野岭的 大小姐绝不可能生还 只要一日见不到 苏九卿的失手 我便安不了心 少将军 前面就是你家的庄子 苏小姐是要去庄子 还是 停车 少将军要去哪里 我去定州办点事 过段日子再回京城 定州 我要跟你去定州 好 你要跟着我 林少将军 前几日的事你也看到了 我一路遭受追杀 这不是你大舅 早就命丧黄泉 我到了庄子上 姚姻娘肯定还会派人杀我 我全都死光了 那又如何 难道你要把我一个 守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留在这里吗 哎呀 少将军 你怎么能让女孩子哭呢 别在这说父娘话 哎 伤脑筋 你要去哪儿 我都可以派人保护你 可你一个女子 如何与我同行 我们要去办事 很危险 没事 我可以办做你的小丝 绝对不耽误你办事 凤姐这家伙曾经女犯男装 逛青楼的事 好不好 林少将军 林公子 四小姐 伴猪吃老虎这趟 可是学得真好 那少将军带不带我呢 但 我还就吃这趟 我还是第一次到定州呢 定州富饶圣产传司 宫里飞瓶的衣料 就是用的进贡丝断 不过是富者更富 瓶者更瓶而已 少将军到了 你去留在外面 我必进来 有什么了不起 我还不想听呢 少将军 这个面生的小丝 好大的脾气啊 嗯 灌出来的脾气 小 少爷饿了吧 牧兵们去找点吃的 你是这家的孩子吗 偷偷看我做什么 我是阿末 你又是谁 你不能随便站在这里 我是刚刚进屋那位 林少将军的贴身侍卫 你这么柔弱 也能做贴身侍卫 呃 树叶有专攻 我虽不会武功 却会医术 少将军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你是大夫 那你能救救我姨父吗 你姨父怎么了 大家都说他没救了 可是我不相信 喂 你别哭了 你姨父在哪 我这就陪你去看看 姨母 姨母 我带大夫来给姨父看病了 阿末慢些 还有哪个大夫 愿意给我们家看病了 嗯 您是 只是略懂青黄之术 谢谢您 只是其他大夫们都来看过 说是要料理后事了 先别急 这位大哥全身经脉寸短 身受重伤 朱飞意志坚定 绝对挺不过去 抱歉 我也没办法 我们鹿鱼飞口 我就为了保护我们母子 原来如此 倒是条真汉子 少爷 原来您在这里 少将军正到处找您呢 少将军 你找我啊 不时怒还到处跑 你可真是胆大 方圆石里有少将军在 我怎么会不安全 刚才去哪儿了 看了一遭世间苦 这府上叫阿末的小丝 拉着我给他义父看病 只是他义父全身经脉断裂 钥匙无灵 那是续王的贴身侍卫 忠诚 你觉得他可怜 他身为侍卫 应该早已生死看待 我觉得他的妻子和阿末好可怜 不过他受伤蹊跷 不知道谁下的黑手 如果忠诚醒过来就好了 可惜 其 其实 我可以让钟大哥醒过来 不过 本来以他的情况 只多十五日 便会弃绝身亡 但我若用金针 他便可清醒 只是 寿命 最多也就三日了 我这说的什么话 以者人心 怎么能如此轻视生命 妈妈 你没有错 这个决定 由不得你我 还是交给钟夫人吧 如果是我 哪怕只有三天受命 也不会高切地活着 在临死之前 能看看我们心爱的人 也不枉此生 妈妈 苏大夫 我已经想好了 请您为夫君施身吧 你可当真 我想 夫君应当 也是这么想的 阿摩想跟义父说话 我知道了 夫君 义父 娘子 你们没事吧 我还以为 我已经死了 我们没事 是少将军 带来的苏大夫 为你施针 让你醒过来的 少将军 我要见少将军 多谢少将军 救了我娘子和阿摩 你知道是我救了你的 我知我已经时日无多 少将军 我有一事相求 你说 我死之后 请少将军 帮我召看娘子和阿摩 他们二人 身丹力薄 恐怕无法保全自己 这件事 你不必说 我也会做到 你可以放心 少将军 大恩大德 忠诚只有来射在报 你现在可以说了 阿摩 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为什么拼死 也要保护他 而刺杀阿摩的 又是谁 苏大夫 我好像是个灾星 只会给身边人 带来麻烦 是我害了义父 傻孩子 你才不是灾星 他们是爱你的 人生短短几十载 总有一日 你们会在另一个地方重逢 真的吗 真的 人生 吴尔 上来 爹 我不敢 他那么高 我临家二郎岂能是胆小鬼 上来 好小子 走 对为父带马去 家 父亲 如果我再厉害一点就好了 如果是师父在这里 也许钟大哥会有一线生机 你说什么 算了 阿默至少还享受过这样的天伦之乐 苏大夫你快来呀 来了 苏阳 做工 苏阳 真的是你 苏大夫